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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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消除日本人再次发动战争的原因 财阀结起和土地改革都是美国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消除日本社会工资过低的现象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大多数日本人 从根本上来说也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美国人并不是活雷锋 会不会有人怀疑彼者有点太阴谋 论了不是在美国国务院准备战后军事占领的同时 要实际上进行军事占领的美国陆军 在1945年3月也独立的得出了一份 名为《日本劳动概论》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前面说过的民事训练学校卡兹的卡尔平斯基上尉 卡尔平斯基上尉的这份报告中 有一处和美国自己在国内实行的新政政策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主张在美国军事占领期间 全面禁止罢工和封锁工厂 这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 既然是被美军占领 那么罢工就可以认为是对占领军的反抗行为 这是不能容许的 至于军事占领结束之后 谁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事实上在由美国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的德国 占领区就是禁止罢工的 编辑雷小凡别必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利用 下期ished